5月18日是一年一度的国际博物馆日 提起博物馆,你会想到什么呢? 是气势辉宏的展馆? 巧夺天宫的文物? 还是难懂的古代文字? 有没有轻松活泼一点的博物馆呀? 既然这么说 小心带你云游全球五大美食博物馆 带你领略不一样的博物馆风情 第一站,我们来到了瑞士苏黎市 2020年9月,巧克力制造商瑞士连 打造的世界巧克力博物馆 再起节目 博物馆耗时36个月建成 该博物馆为巧克力爱好者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了解天室制作流程 博物馆的特色是管内有世界最大的巧克力喷泉 喷泉高约9米 会有1000升融化的巧克力液体流出 什么?你觉得巧克力的热量太高? 那咱们来到下一站韩国 泡菜对于韩国人而言是无可替代的小菜 位于韩国首尔的泡菜博物馆 展示了泡菜的历史、种类、腌制方法 和保存方法 小菜总要配主食 下一站小新代理打卡日本泡面博物馆 1958年 日本人安藤百福发明了世界第一包泡面 为纪念这位泡面之父 日本大阪于1999年建立了泡面博物馆 博物馆内的活动非常丰富 可以现场制作符合自己口味的泡面 因而吸引了全世界的泡面爱好者 吃完了主食 小新代理打卡一家水果博物馆 健康与快乐同在 这是创始人1972年创建香蕉俱乐部的初衷 这所博物馆不仅收藏了各类香蕉品种 还有各种奇特的香蕉望远镜 香蕉手包 香蕉电话等令人脑洞大开 吃遍了世界各地 小新最后带你打卡中国美食 2014年全聚德迎来了开业150周年 在北京开了一家以烤鸭为主题的博物馆 展示烤鸭的历史 展区里陈列了500余件的食物 照片和资料 包括清末全聚德老鸭票 民国时期老广告 博物馆用一系列的雕塑 展示了挂炉烤鸭制作工艺流程的 四大环节 31道工序 烤鸭吃起来外焦里嫩 皮脆肉鲜 或许饮食是探索一种文化的最佳方式 博物馆承载了太多人类文明的积淀 好似一个地区的内核与宝藏 值得人们细细品味 慢慢品度 留言告诉我 你最想打卡哪家博物馆吧